今年来台湾空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空气冲得悬浮为例 PN2.5持续超标 对于有气喘、鼻子过敏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 是一大伤害 但现在更有国内医疗中心提出研究报告 成人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污环境当中 引发异味性皮肤炎的几率将会多三倍 比肺腺癌还要严重 天空会冒冒一片 不少民众出门时都会戴上口罩 避免超标的悬浮为例 PN2.5进入呼吸道 尤其对于气喘跟呼吸道过敏的患者来说 这更是一大伤害 而现在有国内研究也发现 长期暴露在过量的空污环境中 引发异味性皮肤炎的几率将会增加三倍 比肺腺癌还要严重 异味性皮肤炎的病患的这个 这个树木跟这个空污的这个严重度 其实是有呈现一个正相关 这个部分的正相关呢就是甚至比这个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肺癌还要的多 那根据统计如果一个成人 他如果长期暴露在一个止暴的环境之下 他的异味性皮肤炎增加的几率 会可以达到三倍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课题 医师表示过去异味性皮肤炎经常 耗发在幼童身上 但近年来也陆续发现成人的异味性皮肤炎比例 有增加的趋势因此这一次透过跟中兴大学环境工程系合作 利用100年度全民健保研究资料库的档案 比对了环保署全台71个侧站的空污浓度 回推病患的居住地 发现空污严重度跟成人异味性皮肤炎出现正相关的趋势 就是每个人他在这个居住地的所曝露到的这个空气污染度的浓度 那借由这个浓度我们再来推估说跟疾病之间的相关性 那事实上这个部分也就是一直也是跟其他国外的一些棺材也是很类似的 因为事实上越来越多人也发现说过敏疾病在全世界都有上升的趋势 那这个部分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是跟我们所谓的环境污染 特别是空气污染 那更特别就是这个PN2.5是有明显的相关 这项研究最近也登上过敏性疾病的国际期刊上 而面对日益严重的空污问题 民众除了做好自身防护之外 也有来政府机关的严格把关 让空污危害不再影响国人健康 记得程伯瀚台中采访报道